马脑炎到底有多可怕 我看评论区好多人想让我聊 而且我看大家阿佐的视频标题写 都是什么东方马脑炎 我不知道最开始这个词条是谁翻译的 这个是在美国发现的病毒 这里的东方指的是美国东部 这一字之差区别可就大了 那这个病毒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它致死率高达百分之30 即便幸存下来 感染者往往也会落下终身残疾 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康复 而且目前没有应对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但是三斤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 原因有两点 一它的传播毒性十分的有限 这个病毒主要是在黑尾塞纹和鸟类宿主 之间自然传播 不会直接在人与人 人与马之间传播 人和马匹感染病毒 主要还通过什么伊纹 酷纹等其他几种蚊子叮咬 更何况之后讲蚊了 蚊子就更少了 那二三斤也说了 这个是在美国发现的病毒 那美国大概率也是最严重的 三斤也刚查了一下 近50年以来 美国爆发最严重的一次马脑炎情 是在19年 最终导致的结果 就是38人发病 19人死亡 东北部地区 还26匹马被感染 那咱们也已经是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人了 注意防蚊 这小小马脑炎 还不是轻松拿捏